关注中国信仰迫害美国务卿捍卫宗教自由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麦克彭比尔图片来源,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5月29日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,中国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该报告并关注法轮功、基督教等信仰团体受迫害情况,国务卿美国不会作为旁观者不闻不问。 当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麦克彭比尔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,捍卫和促进全球对宗教自由的尊重,是川普政府的一项重点使命。宗教自由不仅属于我们也是全球人人享有的权利,川普总统坚定地支持积极争取宗教自由的人们,我们的副总统支持他们。 我也同样如此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,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,明确指出,我国的创始者认识大宗教自由不仅是建国的原则,而且也是上帝高恩赋予每一个人的恩赐。 是繁荣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,我们坚定地承诺促进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,不仅现在如此未来同样如此。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时强调,他会为宗教自由奋力不懈他说,宗教自由的确是一项普遍的人权,我将为之奋斗,我们在国务院的团队将继续为之奋斗。 我知道川普总统也将为之奋斗,美国不会作为旁观者不闻不问我们江头,身其中支持所有的人,争取自己最基本的人权法轮功等信仰迫害事件备受关注此外。 报告表示中共将法轮功、基督教等团体贴上邪教标签,中共刑法将被禁的团体定义为邪教组织其成员可能被判终身监禁。 中共继续禁止法轮功等信仰团体,同时是几家基督教团体为邪教中共CCP为11个法外,由共产党操控的安全机构来铲除法轮功运动和其他类似组织。 中国政府中共1999年取缔法轮功之前,官方估计有7000万法轮功学员,法轮功团体估计数千万法轮功学员继续私下修炼。 9月份警方逮捕了维权律师高志成,高志成为宗教团体辩护,包括基督教和法轮功学员。 报告提及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破坏致死。 明慧网报道,2017年42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,或者因监禁期间被折磨致伤,出狱后死亡。 报告还特别关注杨玉勇和韩洪霞,受库刑案例明慧网还报道,法轮功学员杨玉勇。 7月份在警方拘留期间,死亡天津当局,在2016年12月逮捕了杨玉勇。 据报告他在押期间遭严重虐待,包括性虐待13名犯人捏他的生殖器,并咬他的乳头当被宋依石阳的器官。 完全摔截他的家人报告说,他的遗体浑身淤青,脚趾脚下有竹签的痕迹。 明慧网报道,韩洪霞,3月份在警方积压,期间死亡吉林省大安市当地安全办公室的官员。 在2016年10月将其逮捕据报告,白城市看守所的警卫因其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,而对其施行酷刑,对于正在中国发生的信仰,迫害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人所大使,布朗巴克·桑布朗伯格,表示我们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。 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信徒、佛教徒、法轮功学员和基督教徒保护他们祈祷和实践信仰的权利。